10月15日德州杨氏宗亲会成立大会 在新皇共餐厅隆重举行 发起人是休斯顿几位著名的侨领 他们是著名慈善家杨万钦博士 中国人活动中心前执行长杨德钦 中国人活动中心董事杨宝华 著名侨领杨赫敏等 他们的宗旨是相互关爱相互帮助 增进友谊健康快乐 弘扬世代忠良的杨氏加风 请看本台陈田梅的报道 当天包括国会议员代表 乔介负责人及杨氏宗亲100多人 出席了成立大会 在百家姓杨氏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 可说是赫赫有名的 自古道今出现过很多名人 古代有杨坚 隋文帝 杨贵妃 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 杨叶 北宋名将 杨家将 现代名人 全世界都认识 那就是中国首位进入太空的航天员杨立伟 杨姓在宋版百家姓位列第16位 至2015年2月 杨姓总人口约有4270万 是中国人口第六大姓 杨氏在海外的人很多 德州杨氏宗亲会的成立 让杨氏有了一个大家庭找到家的感觉 首任会长由杨万青博士担任 荣誉会长杨志平 副会长由杨德青 杨宝华 杨赫民 杨世民担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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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